好 炎炎夏日去哪儿好呢 很多人选择干脆上电影院 可以吹冷气看电影 没有错 最近暑假的学生潮 让电影院的生意暴增了三成以上 而为了能够杀出重围 有影院甚至打出了精品影城的概念 工作人员一字排开 花了商议员重新改装打造的精品影城 就要打揭晓 还请来艺人李威亲身体验 媲美飞机头等舱的电影座位 各种角度随你高兴 还有服务人员送上毛毯跟拖鞋 另外隐秘性十足的专属VIP休息室 吃喝通通不用钱 我们可以至少先到 然后在那边喝喝东西 然后有私人的空间 我觉得对于一些可能公众人物 或者一些比较需要隐私的客人来说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设计 不止抢攻顶级的消费市场 还有暑假最夯的学生族群 不是VIP 同样有商务窗等级的座椅 比起一般戏院的空间 陈后座还拥有122公分的距离 重要的是还加值不加价 以精品 然后饭店式的一个风格 是全所未有做到的 那我们希望说 在刚好暑假 趁学生 在放暑假的时候 能够有这个机会来体验一下 看电影也能够搞私人派对 趁着市足热 还有人抢着要包场看球赛 精品影城果然够吸引人 才正式开张就已经增加三成的来客量 抢着要体验一下 中天新闻台北综合报道